你們以為我只有日本有GTR嗎? 我台灣也有GTR YO 大家好 我是小湯 歡迎回到我WONDARA channel 今天蠻有趣的喔 朋友找我騎摩托車練車喔 我很久沒有練車了 想說跟他們一起練一下喔 那因為我以前有在比速克達 我想說來老人復健一下 我們接下來帶著皮衣 我們一起出發吧 好 到了 超懷念的 其實我們練車主要是練基本功 也就是定員繞發 我以前大學的時候 因為我是亞大紀人化石級社長 對 所以那時候就有常在跑比賽 其實就跟我拍遊戲的駕駛技巧一樣 就是我很care那個摩托車的基本功 那因為我自己本身也很久很久很久沒有練車了 所以想說今天我就來抄一下基本功跟我們朋友們 對 然後他們因為接下來要比試奈 欸你們接下來是要比試奈是不是 是 因為我是老屁股 所以想說我也參與卡這樣子 對 所以就之後我們就可能會有一個一起跑試奈的一個企劃 應該有吧 有 缺車手 這是一號車手 一號車手 正車手 正車手 比賽就靠你了 沒有比賽就是興趣大家好玩 然後是被廣告曝光這樣 教練車 登登 你們以為我只有日本有GTR嗎 我台灣也有GTR GTR Nismo 後面還有GTR標有沒有 剛剛RB26 忘了R33 不要下班好嗎 因為我最一開始大家都知道我是GTR神經病嘛 那會買這台車就是因為 對 因為它叫GTR 其實我也沒有想那麼多 那其實這GTR也蠻多故事喔 比如它是10吋車 所以它傾腳沒有那麼深 我熟悉10吋車之後 我比賽是騎近戰12吋 就可能沒有這麼熟練啊 所以其實我在跑比賽的時候 就有經歷過一段撞牆機 雖然最後我還是不太會騎12吋車啊 對 因為其實我是一個不太care 車子性能的人 因為我不太追求速度感跟成績 我追求的就是 基本功跟 與車的互動啦 所以其實我愛的是這台車 所以其實它效能沒有那麼好 我還是騎的還蠻爽的 然後我們現在在生氣小精靈 在幫我調台壓喔 34.5 這麼高 那是我去加油站亂加的啦 一定是沒有表的 因為我就是四輪嘴臉 所以我每次放蘇格達的汽車都會放很多 因為汽車放棄要壓很久 然後我就想說 蘇格達應該也壓一樣久 結果上一次 一放 它壓只剩12 這邊應該差不多19 19會太低嗎 不會 就按到19就對了 對啊 喔 上面直接按到19 對 欸 好快喔 也太快了吧 那汽車也很快 喔 用喔 快點 那個廠商可以置物一下 我的email在這裡 就來變裝一下 好久沒有穿皮衣了 不知道穿不穿得下 最近有點吃太多了 OK 神經百戰的皮衣 OK 裝備穿好了 那等一下就會跟大家分享一些 比較基本的摩托車騎乘觀念 因為這算是經驗的分享啦 那 首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什麼是卡譜好了 我不敢說 我說的是對的 那怎麼樣卡譜可以卡得很順 或怎麼樣做一個基本功能 最主要關鍵就是 你還是要先從定緣跟繞八開始練 所以的定緣呢 也就是像甩尾一樣 繞一個圓 它是一個無線的左彎 或無線的右彎 那針對這無線的左彎跟右彎呢 你就可以熟悉你摩托車的傾腳 什麼是傾腳呢 也就是你車子摩托車傾到的一個角度 那傾腳用完的話 你的摩托車可能會有一些車台啊 或者是中柱啊 會把你的後輪給撐起來 那你就擂殘了 也就是說你壓 角度壓太大的原因 所以說我們就可以透過這種比較基礎的定緣繞八 去得知這個車子的傾腳 那你得知傾腳之後呢 不管你是在RV跑山或是跑設置場 你就會有一些know how去面對你這樣子的角度 就是啊我現在角度差不多用完 其實卡普這個要拆成兩個部分來解釋喔 也就是膝蓋碰地板跟重心轉移喔 那膝蓋碰地板的目的呢 大家應該比較好奇吧 都會以為是可能車壓太低 所以要把車撐起來 其實不是這麼一回事喔 其實主要是我們要在最快的時間探到傾腳 所以我們就用膝蓋去抓那個最大傾腳在哪裡 所以其實單純膝蓋碰地板 就我而言就只是一個探傾腳的工具 還有如果車撇掉的話 用膝蓋把車彈起來的一個技巧 那最主要的關鍵呢 還是重心轉移 也就是我們屁股要坐離這個底墊喔 那就是人就是要掛在車子上面 那這個外掛的動作 當然好處就是 你車子的重心會更穩 你在做傾腳的同時 你油門可以下比較多 因為你重心在外面 當然這就有一定的危險性 所以就是需要做這種基本練習的基本功 我們都是在做 我們自己能力範圍內的事情 所以我們沒事的時候 車手像我們車手就是會 做這種定員繞巴去做一些基本功的練習喔 那這些也都是在我們能力範圍內的事情 如果你要我們去做能力範圍外的事情 當然我們也不願意去承擔這個風險 OK那麼扯遠喔 所以基本的卡譜 大致上就是這麼一回事喔 好啦 講了一大堆亂七八糟的駕駛技巧 我先下去騎個兩趟吧 剛才後來我們幫你手可以 amusement 上去你有了一點 我最初我不知道 等一下 我幫你上些的車 kok 排球 是喔? 欸,二十代,然後改變老人家 你現在這麼近了啦 這個是老人騎車耶,要熱身啦 沒熱身就是熟悉的 對,所以大致上就是我們在練車的一個內容啦 那接下來練車完呢 其實我都會習慣去看一下我剛剛輪胎吃到哪邊 大家在試車的時候一定要手去碰輪胎 看你的胎溫有沒有起來 像現在胎溫起來輪胎就會開始到工作輪胎 它就會開始融,融了之後才會黏喔 所以很明顯現在輪胎是黏的 然後很軟,這樣子騎才會是安全的 剛剛我的輪胎很明顯喔 就是吃到差不多這邊啦,還沒有吃滿啦 差不多這邊很明顯這邊有個段落有沒有 因為我這台AERO勤腳差不多吃滿胎是吃得了 然後就是再來就是東磨西磨 你可以看我們的Case喔 我的Case已經被我磨成這樣了 對 所以其實騎摩車最基礎的邏輯還是 你要知道你的勤腳在哪裡 這點是真的非常重要的 對 那我們的姓名選手要下場了 跟大家嗨一下 你好害羞喔 我人很畢竟的 真的嗎?看不出來耶 我第一次上電視 真的假的第一次上電視 這是YouTuber,你是上電腦不是上電視 欸對耶,你這還是痛車耶 為什麼你會痛狼心啊,我好好奇喔 因為赫魯很可愛 我最喜歡那種小惡魔感 喔,是這樣 每個人都穿很熱血很帥 然後現在看話題很長 這麼可愛 然後還有一個耳朵 手耳啦 完蛋了完蛋了 哈哈哈哈 完蛋了完蛋了 我們原本頻道是很帥的 結果現在變突然超油的 我的啊,ACG 很帥的 我剛看懸吊 上次來不是說 他騎都內線進不去 就是懸吊沒調好 對啊 因為我剛看他騎 然後你說他後輪會迴旋 我就 嗯?沒什麼問題了 沒有問題了 對,沒有問題了 人沒有問題了 有感覺到 我那時候就說是車的問題 他一直以來人都是沒有問題 嗯 他其實沒有車感 你問他什麼他都說不知道 對 所以我們來用帥子 喔喔喔喔喔 原來是這樣 喔喔喔喔喔 今天比較好 好,就這樣 好,就這樣 好,這樣好就熟 那這個不好騎 那我們以後不要從他的方向 這個方向不對 OKOK 欸怎麼有遙控車 不要再推坑 我才光花五千塊買四季車而已 這種地方就是這麼的神奇 我前幾天才被推坑 要買BMW E36 然後我現在要買四季車 然後又有人要推坑我玩遙控車 我的汪達圈頭好像越來越精彩了 是你太愛亂花錢了 那其實我覺得 練車吧 就是現在對我來講是一個休閒啦 因為我已經是退休車手了 那結果偶爾這樣子 運動一下我覺得也不錯 那往後就是如果我來練車的話 也會拍個生活Vlog 我也覺得 蠻有趣的 跟大家分享一些騎車的經驗 那因為隱風長度的關係 那這一集也差不多到這邊告一段落了 那麼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下方的喜歡 然後千萬不要忘記去關注我的IG 以及FB粉專 那我是小哈 這裡是Wonderar Channel 我們 下一集再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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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n lead you know he's on his way